位于台中线后里镇的警总所属木马场 现有各种马匹300多匹 是国内唯一御马、训马和马术训练的场所 占地和设施都相当具有规模 据后里马场表示 到目前为止 场内一切操客像往常一样并没有变动 并表示到现在没有接到有关停止活动的任何指示 一般关心马术运动的人士表示 后里马场是我国发展马术运动的摇篮 除了拥有最优良的马匹之外 更汇集了国内马术选手和教练 如果传闻属实 他们担心我国马术运动将会因而衰落 他们表示后里马场规模庞大 马就、马术基本训练场中的障碍等设施 马匹的繁殖调教 检验和饲养等必须巨大的财力才能够负担 因此一主经营将会困难重重 马场目前只种植牧草的土地面积就在20多公顷以上 加上各种设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耗费巨大 马场目前和往日一样 来自国内各县市的民众成群结队的拥向马场 学习马术 在马场教练指导下 练习基本马术是除了假日之外的平时 也有大批的民众自动前往参观和学习骑马活动 上官写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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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